非常嚴重的誇張 政治和軍事 各說各話的南海爭議 在美方升級為中方口中的挑釁行動後 跟著白熱話 27號清晨 美國派出導彈驅逐艦拉森號 進入中國在南海的人造島 主幣礁和美濟礁的12里範圍內 並派出偵察機隨行巡邏 中國軍方也派出蘭州號和台州號尾隨 予以警告 正是自2013年底 中國在南海大規模填海造陸後 美國軍艦首次進入島礁12里範圍 直接挑戰中方所謂的領土主權 而美國國防部長卡特也強調 將在國際法基礎下 繼續飛越和航行等合法行動 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 以航行和飛越自由為名 損害中國的主權和安全力 所謂的12里 這是國際法所定義的領海範圍 中國認為他國進入人工島的領海內 並是對主權的侵害 但不承認這主張的美方則表態 人工島礁並不想有領海權益 要親自以軍艦來捍衛航行自由 而這回美方讓配備精良的拉森號出巡 也能看出較真的程度 好 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延伸很久的時間了 不只昨天 其實之前就曾經雙方多少都有較勁 不過老師我很好奇 這跟日本什麼事 對日本的媒體來說的話 日本的媒體來說 他們當然希望中美的關係交惡 當然不希望你們兩個好 對 因為前段時間 習近平不是到美國去跟歐巴馬 好得不得了 而且從西岸一直到東岸對不對 然後跟美國的這麼多的企業家 跟播音企業怎麼樣合作之類的 然後又吃飯 又聚會 又開會 對 然後還造成西雅圖水洩不通 然後又到了華盛頓 然後跟歐巴馬彼此之間 又談了一些有關於 氣候軟化會議等等的 這個對日本來講的話 心裡面當然不是自衛 所以對日本的媒體或是政府來講 其實他們彼此之間是希望說 如果能夠挑撥 中美的關係緊張的話 這個還是可以做的 所以你意思是說 這個話是日本故意挑撥的 因為是日本的經濟新聞 登出來一個消息說 實際上是在24號的晚上 就是習近平去美國訪問的時候 歐巴馬為了要跟習近平 拉得更近一點 要套交情 所以個別請他 一個先行的四人晚宴 不是國宴 國宴前的一個晚上 再特別跟他吃一個飯 會講會 你有講過 對 然後要推心自護 然後要交朋友 然後意思就是要勸習近平說 這個南海的島礁 是不是不要再見等等的 可能就是因為習近平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 這是中國的主權 這個沒辦法 可能還是要做 然後這個歐巴馬就惱羞成怒 惱羞成怒就氣氛異常 然後就告訴他的太平洋司令 哈里斯說南海的行動開戰 你剛剛講這些 全部是日本媒體的說法 對 我們不知道日本的媒體 是怎麼樣能夠進入 他們兩個的私人宴會 監聽器嗎 然後又看到歐巴馬震怒 然後又看到歐巴馬 打電話給哈里斯 還是哈里斯因為有日本血統 是不是哈里斯跟日本來報告這個說 有這麼一個事情 所以是日本故意找縫 要插進去的意思 對 可是我們本身 又很怪的一件事情是說 當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也就是美國的軍艦拉森號 進入了這個储幣交12海里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亞洲國家 整個亞洲 只有澳大利亞跟菲律賓 那個贊成 也就是支持美國 可是當時美國是邀請澳大利亞 一起來的 澳大利亞不去 美國說你是我同盟國 我們一起來巡弋 我們一起進入這個領海 澳大利亞本來說願意 後來說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去 可是現在就有澳大利亞同意 說我們支持美國這樣做 還有一個菲律賓 可是越南卻安靜了 每個人都在看 你越南為什麼這個時候安靜了 可是越南一直都說 南海是他的 這時候竟然安靜了 為什麼 對 所以大家都在問 好 第二個 人家問了日本的官員菅義偉 就問菅義偉 內部的 他們的官方長官菅義偉就說 請問官方長官 你對這個事的看法怎麼樣 日本這個時候卻轉低調了 他說我們不對於美國的軍事行動 一一的做評論 也沒有說你支持 也沒有說反對 可是之前你是大力的要求 支持美國的軍券要到南海去 然後說我日本已經準備好 可以援助你 但是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變得低調 我們才恍然大悟 西瓜靠大邊嗎 因為在11月1號的時候 中日韓的三國首腦會議 馬上要舉行 即將要開始 他擔心他又表態了以後 然後這個會議又開不了了 所以你看這個時候 原來跟自己國家有力的時候 他的態度就有點 因為他怕得罪中國 對 有點收斂了 但是不表示他反對美國 其實日本還是會支持美國 好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 美國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的戰略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件事情 就是美國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其實美國最主要的 他還是要告訴太平洋的國家說 我還是太平洋第一強權 我可以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我還是要展現我的意志跟決心 還有我果敢的能力 你們要對我繼續有信心 要信任我 我做得到 我絕對可以做得到 但是中國也不是省油的燈 對 現在的情形 坦白說美國給自己在戰略上 處一個比較不利的地位 我平心而論 我這樣的分析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美國從來沒有 美國 國會沒有批准 他們是國際海洋法公約 所以美國不是 國際海洋法公約的批准國 因此美國這個時候 他從來不敢講 根據國際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他是籠統的講根據國際法 可是美國沒有批准 國際海洋法公約的情況下 對於這個島嶼的主權 十二海里的主權 基本上來講 這不是國際法的規範 這是國際海洋法公約的規範 所以美國人第一個是沒有資格 來對這個事情說事的 所以美國讓自己站不住腳 第二個事情在哪裡 第二個就是因為 之前是越南先填 菲律賓填 填了以後 越南填了多少 填了8.4萬平方公尺 美國人沒有吭聲 然後菲律賓填 美國人沒吭聲 中國人這次填倒了以後 美國人有意見了 這個時候人家就會說 擺明利用別人 對 你這個是差別待遇 你是不是標準不一樣 好 美國人的理由就是說 你填最大 你都有作弊 大家都作弊 結果你作弊做得最嚴重 我要處分你 這個是成何體統 好 這個就是我們說美國人 會第二個站不住腳 對 可是所以你會看到 歐洲的國家都很安靜 不表示意見 好 我們再看 第三個問題就是美國人說 我可能還會再去 但是美國人說 我又不是針對中國 所以我也會到菲律賓 也會到越南的 他說我是例行性的 都會來 我沒有針對中國 所以我也會去越南 可是坦白說 如果美國也進入 越南的十二海里 不要忘了 越南跟美國打過越戰 打過越戰 換言之也就在越南的國內 還是有一些反美的民族主義者 如果美國的軍艦 也進入了越南的十二海里 你不能保證 越南的國內的這一些 民族主義者不會跳起來 然後去對抗美國 因為辛仇舊恨又重新來了以後 本來美國一直想拉攏越南 成為他的軍事同盟國 現在越南表示安靜 因為越南也在看 你如果進入我的十二海里 難道我沒有吭聲嗎 難道我什麼動作都不能做嗎 我如果沒有做 我這個執政者會不會被我的人民 來抗議或是反對 這樣的情形下 我如果抗議的話 我如果反對你美國的話 會不會變成越南 跟美國的關係惡化 你想想看 今天你到中國大陸的楚壁郊去了 明天中國大陸也會到阿拉斯加 因為他已經在上個月9月2號 奧巴馬飛到阿拉斯加的時候 中國就五艘軍艦 就無害通過阿拉斯加的十二海里 所以他等於是上個月 中國大陸已經先通過了 然後現在你要就問說 那中國也通過你十二海里 那你現在也進入他 楚壁郊十二海里 那沒什麼不一樣 也沒什麼了不起 美國人就說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阿拉斯加 它是一個唯一航道 但是我在楚壁郊這個 我有好幾個航道可以選擇 我故意選擇進入他十二海里 所以這個是有所不同的 我們聽聽我們就覺得 美國人這個做事 有時候戰略學家的戰略的水準 實在是不太高明